台北市長刮文貼 前程摩拜助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松山池佑宮 舉辦的護國息災除溫大法會 祈求媽祖保佑台灣 順利挺過疫情 柯文哲也強調 過去一年相較於其他國家 台灣運氣算不錯 期盼疫苗普及後 能夠快點恢復正常生活 新的一年 我估計說疫苗慢慢開始在打 全世界在打 所以這個疫情大概 今年應該會過性 一樣啦 我媽媽常說愛人愛死 我們希望說 媽祖繼續國避台灣平安順利 還沒施打疫苗前 柯文哲還是提醒大家 要勤洗手 戴口罩 做好防疫工作 從去年開始受疫情影響 持有工也連續兩年 取消到北港附會淨香活動 改由邀請包括大甲鎮南宮 彰化南瑤宮等六大宮廟媽祖 一齊北上舉辦祈福法會 為期三天的護國息災除瘟大法會 持有工舉辦布施及送金助導 祈求在神明加持下 讓疫情早日落幕 不只台灣也讓國際間 都能盡快恢復日常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有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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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為